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过了村庄 每一次挥动翅膀都彰显了生命的力量 这里是他们月东的天堂 惠泽师弟 这里是他们快乐的家园 翁蒙山下 让我们走进云柜之上 聆听那赫明天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中国自然秘境 云之鹤 鸣于天 正在播出 在中国西南地区 孕育着一处绚烂多彩的奇观 红土地 这里承载着众多生灵的家园 而在其中隐藏着一个珍贵而神秘的宝藏 汇泽黑景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腹地 广袤的湖泊 河流 沼泽 形成了独特的湿地生态系统 稀有的湿地植被 丰富的水底生物 吸引了众多珍稀鸟类 来这里渡过漫长的东西 鹤 神秘而古老的墓中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白鹅境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鹤蕾之一 每年十月中夏旬 它们便会开启南非的迁禧旅程 汇泽这片湿地 为它们提供的温暖的基地 和丰富的食物 三月初的汇泽天气微凉 早上五点 中国自然秘境珍稀物中调查 是日足 跟随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五合起博士 前往保护区 开启黑警鹤飞离越冬地的 迁徙调查工作 其中鼠鹤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走进山区雾气渐气 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电话 打破了车上的宁静 大物对于鼠鹤这项工作 十分不友好 能否顺利完成成为了未知 我们盘旋了两个小时山路后 到达了惠泽黑警鹤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长孩子片区 走进保护区 茫茫大雾笼罩着一切 周围仿佛变得异常神秘 在迷雾的不远处 保护区工作人员 已经在等待我们 五克兵 七次到清雨 天椒 早上几点钟就要出来 六点半 六点半就要出来 每天都是这样 是 要在他们一起飞机前 现在我们离他们 那个距离还远吗 对 不远了 看不到 那我们赶紧跟着您 赶紧先赶过去 别因为这个谈话的时间 然后把这时间耽误了 走吧 冬期末期是调查 黑警鹤种群数量的最好时机 五博士告诉我们 数量的增长 对于指导科研工作 有很大帮助 也是黑警鹤保护成果的 直接体现 现在有一种 就是很特别的感觉 因为如果没有雾的话 按道理来说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对面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但是因为现在有雾 基本上能见度 也就在十米左右 所以一切都变得 非常的神秘 不知道这个走到那儿 到底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 赵庆宇告诉我们 赫的视觉能力非常好 他们会根据每天天色情况 决定何时起飞去密室 但这次由于大物影响 赫的视觉受限 导致赫群迟迟未能起飞 正当我们慢慢向赫群方向前进时 赵庆宇夫妻突然停下了脚步 对 是的 这个就是喝的 这是 这个就是喝的 对 对 很安静 哦 现在看 给我们一个是50 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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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背 这 是 你小朋友还背的 对 我的天哪 还是这个舞台 对 你听 这就是喝的文家 这个声音有两种 刚刚叫吹哨子这个声音 听到了吗 对 这个就是又喝 又喝发出的叫声 然后鼓鼓鼓 这个声音 是成喝发出的声音 因为这个喝它出飞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就是成喝会带着又喝飞走 就是这时候呢 有可能 他们就通过这种 声音的这种交流 告诉小鹤 你跟着我们动 什么时候 我们要走了 要飞了 在大雾中 我们仿佛被鹤群包围 耳边不断传来鹤鸣声 却不见一只鹤的身影 五博士告诉我们 鹤群每天早上7点左右 会陆续醒来 起床后 鹤群家庭成员之间 互相梳理毛发 收拾好美丽的羽毛 鹤群便会以家庭为单位 飞离叶齐地 外出密室 正当我们还在寻找鹤的身影时 鹤群中的第一个家庭出发了 我看一下 哇 它的这个体型非常大 这个当中 中间有一只幼鹤 雾气弥漫之中 黑警鹤一家五口悄然起飞 飞越迷雾 开醒了它们一天的觅食之旅 此时周围鹤鸣死起彼伏 不时有鹤群从迷雾中飞走 渐渐地周围安静了下来 带鹤群全部飞离 五博士带我们来到了群鹤夜宿的沼泽地 这是一个大概五米渐放的位置 松散的土地中摊放着被翻找过的牛粪 五博士告诉我们 由于三月初是黑警鹤 牵洗之前的重要阶段 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 湿地中金龟子的幼虫 便是它们最好的营养来源 正当我们还在寻找土壤中的幼虫 五博士的一个重要发现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哇 这好漂亮的羽毛啊 这个就是黑警鹤的羽毛 很粗啊 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羽毛 宽度也很宽 是它的一个飞鱼的一部分 外侧吗?对 常见吗?能够在这个 在野外见到这么大的这个飞鱼 比较罕见 你看这里有这个断的这样一个痕迹 从这个痕迹可以推断出来什么呢? 或者打架受伤 然后这个羽毛就折断了 我们这一种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褐色的地方 有可能是它的血迹吗? 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把它采回去 然后在实验室做一下DNA的这个鉴定 看看它的这个个体的这个基因的相关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方形 这个我们要带走它 武博士告诉我们 黑警鹤的早起疏雨行为 只会留下少量的羽毛 夜期底折断的飞鱼 是此行物中调查的重要收获 这对他研究黑警鹤的夜间行为有很大帮助 大雾终于在中午时分逐渐散去 太阳照亮了红彤彤的大地 我们跟随保护站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黑警鹤的食园地 黑警鹤主要依靠植物性食园 湖泊 沼泽 草原 是它们去觅食物的重要场所 蕎麦是鹤非常喜欢的一类食物 是哪一部分呢? 种子 蕎麦的籽 给大家看一下 就在我的手上 现在因为已经晒干了 就很轻很轻 由于冬季取食地的匮乏 为了满足黑警鹤前往繁殖地 之前的营养需求 保护区采取止重不收的方式 为它们种植了5万亩燕麦田 300亩的马铃薯 建造了含有15种作物的食源地 我看好像就是这个 把它混种在这儿的是吧 这可能考虑食物的多元化吧 这个主要是补充植物性的食物 那么像周边的那些草山上 或者湿地里面 它那个草下面有很多 这个昆虫的幼虫 那这样就提供动物性的食物 能够提供的这样一个 食物的资源非常丰富 所以未来这个片区 应该是黑警鹤 种群增长的一个点 两全其美了 其实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看到黑警鹤 但是大家听一下 有好多好多的鸟叫 这其实因为有了这一片地之后 不光是黑警鹤可以吃 其实好多好多的小动物 它们都可以在这儿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对 食源地为黑警鹤提供了 稳定的食物供给 让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过冬 正在我们准备离开时 大批的黑警鹤开始飞回野气地 哇 那里一大群都飞过来了 在这红土地的上空 黑警鹤的翅膀轻盈而有力 时而滑翔 舍而挥斥 在碧蓝的天空中 画出流畅的曲线 看它的降落像不像飞机降落 机翼打开 然后它的脚向内起了架 左右攀穿旋 然后上来缓冲 着地 我发现它落得很整齐 像有队形一样 降落的时候一个挨一个的落地 很有秩序 越来越多的鹤群降落在沼泽地 周围的农田中 等待夜晚的降临 黑警鹤为了减少天底和人类活动的干扰 一般夜宿于河流 湖泊 湿地岸边不远处的潜水开阔区 沼泽化的草垫是它们夜气的最佳场所 由于我们沉起的蜀褐工作没有完成 武博士告诉我们 鹤群飞回夜气底也是蜀褐的好时机 为了不打扰鹤群 我们在沼泽地上方的树林中等待它们回归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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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是黑警鹤 其中有一只幼鹤 一 二 一 二 三 记录一下时间 十九点二十二分 特别有意思 早上是我们在这个雾中央 感觉黑警鹤在雾里面观察我们 现在虽然雾气有点上来 但是说我们在暗处观察黑警鹤 黑警鹤在开阔的山谷里面乱乱地回家了 又来了一个两层一幼的家庭 在这个两个家庭的左上方 大概十点钟方向 距离大概七十米的样子 有一群黑警鹤 有一群啊 有十六只 看到了 看到了 目前形成的大群就在那个方向 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群体大概接近二十只的样子 看到了 三个家庭加十八 速到四十多只了 五十多只 五十多只在哪里啊 由于天色见案 我们已经很难辨许赫的身影了 现在基本上是七点四十二分 我们也听不到赫的名叫 嗯 然后现在也预示着这个赫 回音ACD这个过程基本上结束了 现在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但是我们刚刚就是差不多五分钟之前拍到的画面 最后一点光线拍到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群鹤啊 它的这个种群数量还是挺大的 刚才赵大哥和吴老师都一起数了已经 差不多要有多少只啊 总是算下来 应该超过一百只 我好像感叹了一句 预计太好了 成夜色而出 半夜色而归 跟随黑井鹤的足迹 我们也记录了他们一天的生活 在鹤群开始夜宿时 距离鹤群十米左右的位置 一只黑井鹤依旧停留在最高的岗哨上 笔直地注视着四周 与夜色交相辉映 创造出一幅寂静而神秘的夜晚画卷 尸体湖边 偶遇苍鲁夫妻共筑暗潮 注意它只有彩配 看是不是交配的行为 好 交配 缓制科考 彼养鸟类 尽量专家遇到难题 这个要小心 这个怎么处理 远方的家旗雷近 中国自然秘境 云之鹤 鸣于天 正在播出 云南惠泽黑井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长江上游 金沙江支流 牛栏江流域 除了长海的片区 大桥片区更是鸟类的天堂 助理不仅彰显着大自然的美丽 也展现了人与自然共存的智慧 我们这是要穿过一个村子 才能进到保护区吗 对 这个保护区 它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社区和保护区 它的这种重叠度是比较高 因为先是村民在这地方定居 完了以后 90年代 然后这边又成立了这个保护区 我们现在进来的地方 应该已经属于核心区的范围了 惠泽黑井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辖内两个乡镇八个村庄 居民两万一千余人 具有人和共处的特点 保护区为避免人和冲突 将村中八十余人 纳入了公益护合员的队伍 引导村民自觉参与护合行动 在保护区与村民的共同努力下 2023年2月 保护区失地部分 被指定为国际重要失地 武博士告诉我们 除了黑井河 保护区还记录到了 黑罐 彩环等 六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7种 其他鸟类190余种 离我们最近的是斑头燕 白色的 最大的 我现在看到这个斑头燕 都是一个姿势 它们很好玩 就是这样抱在水里面 然后脖子都朝向一边 脑袋都整在肩膀上的感觉 对 这是在休息吗 对 这是因为上面 它就是在休整 它这个白天可能在外面吃得 非常好了 然后晒着太阳又很暖和 所以就是在这种 休整的这种状态 现在通过这个望眼镜去看 可以看到它身上很多的细节 很接班 很漂亮 通蹄 雨色 白色 对吧 是的 然后灰和脚掌都是黄色 而且它那个黄色很鲜明 对 然后它的那个头的地方 就是它的 对 斑头 斑头 然后白色 就是有两条黑的 黑色的 就像梳子一样 对 戴了两条头戴的那种感觉 对 很时髦 斑头眼 洗在高原生活 每到黄昏 在植物茂密 人际罕至的湖边 和浅滩水草边 便会看到它们的身影 用其独特的捕食能力 在水面上潜伏 待水下有了食物的身影 便精准地锁定位置 立即潜到水下 待再次浮出水面 便完成一次觅食行动 斑头眼它也是群居的 这种鸟类吗 对水鸟来说 月中期的话 它们基本上 以这种集群的形式出现 抱团取暖 然后共同那个 抵御天敌 像是有这样一些作用 那等到过了这个 过冬的这段时间呢 它们还会保持 这样就是成团的出现吗 对 这要看物种 月中期间 它以这种集群的形式出现 那么到 月中期结束了以后 它们要迁徙 要往繁殖地去迁徙 一部分物种 它会集群迁徙 但也有一些物种 它会就是 以家庭的形式 以配对的形式去迁徙 到了繁殖度下地的以后呢 这些 这些 基本上会分开 繁殖的个体呢 它要占据领域 它要繁殖 那么它就是成对的活动 那么不需要繁殖的个体 它有可能还是以 集群的这种形式 在这个 繁殖地在活动 嗯 班头燕分布于 中国西北 东北 华北 长江流域 引南的区域 每年三月中旬开始 它们便开启了 清洗之旅 飞往北部 西北部繁殖地 班头燕有着 惊人的飞行能力 它们利用大规模的 群体飞行特点 通过协作和集体智慧 克服土中风雨 外敌等风险 精准有序地穿越天空 完成清洗的使命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 班头燕是目前这里 最常见的鸟雷 但在纪念年初 保护区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当时就在这里发现了 就一只紫水鸡 它在这个柔维草的上面 现在没在了 但是您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来看一下 嗯 哇 这个紫水鸡好漂亮啊 对 它在11 就它这个 这个脖颈这儿的羽毛 是渐变色的啊 从这个头部的白色 然后慢慢地带一点 这种淡淡的蓝 然后越来越深 然后背部和翅膀的 这个羽毛颜色 会更深一些 在你们第一次发现 一直到现在 它已经在这个念湖待了多久了 一个半夜了 它是充沛嘛 在这个地方抓到鱼尺了 这里面的鸡鱼和鱼鱼比较多 嗯 真漂亮 紫水鸡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主要分布于中东印度四大陆 中国南部及泰国北部 常出没于江河 湖泊周围的沼泽地和鲁尾丛中 目前西西在云南近户的紫水鸡数量 达1600多只 是中国最大的中群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近年湿地保护修复的工作 为更多的鸟儿提供了洁净的湖水 充足的食物供给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鲜物种 除了紫水鸡 保护区还新赞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黄猴雕 多年未见的大白鹿也返回了念湖区域 斑嘴鸭 谷顶鸡 黑水鸡等候鸟 也开始就地繁殖鱼 不再迁徙 除了水中的巢穴 树上的鸟窝也吸引了我们 这鸟窝是什么鸟的窝呀 吴老师 仓路 仓路的窝 现在窝里面有鸟吗 有的 有鸟啊 对 它应该是在出卵的 哦 从我现在肉眼的去观察 还看不到这个鸟在哪儿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这个鸡尾 能看到吗 嗯 现在看不到 这个鸟在里面 它在握着的 哦 在这儿呢 是吧 对 哦 现在只能看到它身体的 露出来大概一点点 背部吧 这应该是 对 它应该是在浮荡 哦 那天我们来的时候 两只 一只在下面浮荡 另外一只在给它喂食 哦 哦 那我们现在看到 在窝里面的这一只 应该是妈妈 妈妈鹿 仓路妈妈 然后不知道一会儿等一等 可不可以等到这个 这个仓路爸爸回来 哦 波光淋漓的湖面 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水中树林 不时欣喜的水鸟 从湖面划过 树上仓路的小窝 为这幅水中美景增添了不一样的舒适 此时一动不动的仓路妈妈 正在用温暖的羽翼孵化着仓路宝宝 眼睛注目着远方 仓路爸爸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 原来是原来是颅度不一样的 昨天位是颜色的 是颜色的 现在这个仓路爸爸 是站在这个鸟窝的边缘上 左边是回来的 还是右边回来的 左边 左边 我们注意观察一下 看看待会会不会 这个回来的这个仓路呢 会不会喂食 如果不喂食的话 这个复暖的个体 它会不会飞走 正当我们以为仓路爸爸 会再次出去觅食时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注意它有彩配 看来是交配的生活 快来看一下 在这里的第一队仓路父母 在这里孕育下一代 那您推断 现在屋里面可能有卵吗 两种可能 一种是有卵 所以这个仓路 它在做这些翻卵的 这样一个行为 第二种状态的 第二种可能是 它可能只缠了一枚卵 后面还会缠卵 所以这样一个繁殖的 这样一个行为 你看交配的行为 还在发生吗 还在发生 那您看为什么 它们会选择在这儿来 这个赴鸟呢 鹿类都是肉食性的 首先这边湿地的食物 肯定是比较丰富的 这个鱼的资源 肯定是比较多 然后第二个 这边可能气候这个条件 也适宜它在这边繁殖 那么有这种现象 它代表着以后 这个地方也许会变为 苍入的繁殖地吗 有这种可能性吧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只是一对 就只有一对 个体验之类的食品 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 后面的这样一个 长期的监测 五博士告诉我们 保护区新物种的出现 和新增鸟类繁殖 进一步印证了绘色 作为月冬地 给了动物安全的生存环境 和丰富的食物 也让黑井鹤 有了更多的半生物种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面 我一眼往哪儿去了 我感觉这全都是 遍布在这个大地上 其实它有灰色 两种荷 两种荷 怎么来区分它们呢 首先看体型的大小 黑井鹤要更高大一点 然后第二个 看它们的羽毛的颜色 灰鹤 灰鹤 它的这个羽毛 更偏青灰色一点 然后它的这个脖子 脖子后面 有黑色 但是侧面里面 你来看的话 它是以白色 就是黑鹤 这样一个主 但是黑井鹤呢 它的脖子 伤在的区域都是黑色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区别 灰鹤和黑井鹤 是在保护区共同越冬的两种鹤类 童鼠 鹤科 鹤树 有着非常密切的亲民关系 由于实性和生活特性的相似 在越冬起 它们共同生存的机制 成为了武博士研修的重要内容 因为黑井鹤它算这种高原鹤 它生活的环境 基本上是在高原面上 包括米露高原 青藏高原 那灰鹤呢 它分布范围就相对来说更广泛 那么像这种大规模的集群 那么现在也有 但是这个地点现在是非常少了 它不存在真实吗 竞争肯定是有的 在黑井鹤跟灰鹤当中 谁是更优势的 那你觉得呢 看起来好像是黑井鹤更优势一些 那为什么呢 感觉它的这个数量更大 它好像在这儿的这个状态都很悠闲 又都在这个水边 对 你提到了一个一点很重要的 它占据了水边的这样一个资源 然后呢 从我们之前的研究工作也发现 相比于黑井鹤来说 灰鹤它去外面取实的这样一个地点 离水边更远 海拔更高一点 所以这样一个竞争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 黑井鹤它比较强壮 所以它占据比较靠近水 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资源 然后这个灰鹤呢 就去更远的地方活动 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 让自然中的生灵 每一步都是适应环境的艰辛进化 在这竞争中 大自然精心编织出一个完美的生态平衡 绽放了生命的多样 创造着生命迹净 环制科考 别养鸟类 尽量专家遇到难题 这个要小心 这个怎么处理 科技时代 新型技术 为科研提供一手资料 轨迹 就非常的清楚 有这个毛家大盐 王家大帝 然后一直到这边的这个水塘 远放的家系列进 中国自然秘境 云之鹤 明于天 正在播出 天边依旧挂着星辰 黎明的幕布还未揭开 而此时的念湖 却已是热闹非凡 鸟儿们从温暖的羽毛中苏醒 用柔和的鸣唱 交流着清晨的喜悦 苍鹿 白鹿 已经在水中开始觅食 黑锦鹤也有秩序地 走出野气地 准备外出 天色越来越亮 他们小心翼翼地展开双弛 此时 他们踏上了探索实物的征途 穿梭在大自然的宁静中 迎接新一天的曙光 宛如一曲天来之歌 吐显着生命的旋律 带黑锦鹤离开野福地 我们也开始了一天的调查工作 保护区局长萧两开告诉我们 为了加强保护区管理工作 他们即将测试安装无人机区里系统 这些一会儿都是要带到这个测试地点的吗 我们一会儿就只带这个设备 这个是无人机 这个就是可以形成一个保护圈的 一个基础的一个防御设备 我们一会儿是在哪里测试 我们到那个洗洗地上 就到那边去 到那边的洗洗地上去 好 进行测试 那咱们一块儿走吧 走 萧局长告诉我们 由于人和共处的现状 为了保护鸟类的生存环境 保护区共分部湖外相机20台 视频监控摄像头67个 电子围栏达3000米长 这个电子围栏它有实现自动报警 同时并对闯入者进行喊话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个受围栏 这个 你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外面 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报警措施 也就是说我从这条路穿过去 就会报警 对对对 那我现在走一下 我来走一下 你已非法闯入核心区 请立即离开 保护区共分部湖 萧局长告诉我们 保护区现在的管控措施 继续计防 人防相结合 核心区域内视频监测系统全覆盖 如果有人硬床电子围栏区 将会被拍照取证 后台程序会通过手机短信 向床入者发出撤离核心区的指令 如若没有成效 保护区的护合员也是网格化管理 会在五分钟之内赶到现场进行驱离 由于近期年科技的进步 保护区内无人机管控也是一大难点 萧局长告诉我们 无人机驱离系统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困扰 现在的话这个无人机是升空到目前这个50米的一个高度 这会儿我们那边那个干扰器的信号是开了还是没开 现在还没开是吧 然后我们是正常飞行的状态 如果一会儿开了的话就是 您这儿就控制不了了是吗 对对对 它就会给它一个又虚假的这个坐标信息 然后让这个无人机指定一个方向去找 可以打开信号吗 好好可以看到这个刚到出发之后 这个飞机已经向着保护区 机器那边开始跑 现在真的是朝着这个巡护站的位置回去了 这个就是进去的一个画面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无人机驱离系统是用一个防雨圈操控 通过防雨圈发射的虚拟导航信号 诱导无人机接收 驱离到指定区域 从而远离保护区的核心区 消购局长告诉我们 实性的这个燕 燕类呢 要佩戴在颈盘上 那我拿的这个呢 这个就是背包式的 就像我们背书包一样 背在鸟的这样背上 所以是这三种决定器 到时候再给它固定上 武博士告诉我们 新型的鸟环不同于传统鸟环 除了基本的国家信息和编号 它可以通过太阳能提供能量 使鸟环一直处于有电状态 从而实时对鸟类进行定位 了解它们的迁徙信息 这是一只 我们去年追踪的一只个体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这样一感 活动轨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2022年3月3号 现在呢 今天它的这个轨迹 就非常的清楚 有这个毛家大盐 王家大帝 然后一直到这边的这个水塘 然后到这儿这个汉莲花 然后一直到丁家瓦场清水沟 然后到这里王家营 所以这个是它一天的活动轨迹 现在还不到一天吧 还不到一天 这大概多长时间 就会刷新一次它的这个轨迹 就看我们设备的设定 你可以设定一小时一次 然后可以加密 环制是用来研究 后鸟迁徙动态 及其规律的重要手段 目前新型鸟环 在环制中应用广泛 为科研人员提供了 更精准的数据 我们正在准备鸟环时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用于科研工作的鸟儿 已经捕到了 这个要小心 这个怎么处理 哇 这是啥鸟啊 这个就是普通鸟 普通鸟在整个鸟类当中 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十五年的顶段 十五年顶段 相当于我们说这个鸟下动物 就狮子老虎那个级别了 对的 哇 顶级捕食者 普通鸟在这个地方 它的种群数量比较大吗 这个猛禽的话 它在一个区域 它的密度不会太高 因为猛禽的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 这个个体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但现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 井能支撑这种体型比较小的 这样一个中小型的这个男性 它大概需要的这个 它的活动范围大概是多大 几十平方公里 对猛禽来说 它大的还有上百平方公里 吴博士告诉我们 猛禽在环制工作中很少见 普通狂为中型猛禽 生性好道 视觉敏锐 以鼠类 小型兽类 鸟类和大型昆虫等动物为师 体长 1.8公斤 体长 五博士告诉我们 为了了解他们的基本信息和健康状态 两体裁血是每次环制工作的必要内容 但这次普通狂的裁血 却难倒的五博士 你怎么去寻找他的这个血管在哪呢 它是有一个那个筋盘 但是这个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 它能够处于硬积的状态 硬积的状态的话 这个血就往心脏这边流 所以的话 食肢啊这些就比较干拢 不容易踩到了 不好踩血啊 小的吗 我把几个毛 小心 尽管我从这个毛 这地方来看 由于担心普通狂过度印记 五博士只能通过鱼毛 与身体毛囊位置的血液组织 来获取他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 基础工作完成后 工作人员开始为普通狂上鸟环 这个是直接绑在他的这个胸部的位置啊 对 吴老师 这个为什么要绑在他的这个胸部位置 不绑在他的这个爪 吴博士告诉我们 由于猛禽经常用力爪捕时 为避免尿环的丢失 便采用背包式的尿环 这样也能保证充足太阳能发电 保持数据的时事更新 尿环安装完毕 我们来到保护站前的湖边 放归普通狂 我让你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你看看下那个头 头 这个眼睛真的是很有威慑力 头套摘掉的一瞬间 我就感受到了这个猛禽类 他眼睛的这种威慑力啊 马上我们所有人 其实是一种本能的向后退 然后他要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 所以他其实也是很警觉的啊 对 您每一次上完环制 放飞鸟儿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就希望他 他能够安安全全的 这种飞出去 然后在野外正常的活动 对吧 通过鸟的视角 看我经过了哪些地方 我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些生境 那这个是通过鸟的这样一个视角 来告诉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做它的保护管理的时候 我们就更有针对性 其实自然为了养育这些生灵啊 给予了我们很多 有空气 有水源 有食物啊 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 我们现在是通过鸟类的视角 去了解我们的家园 但其实他们看到的 也许比我们感知到的更多 虽然大自然养育了我们 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 还仅仅是一小部分 更多的秘密 就让自然告诉我们 据调查 这个月东系 云南月东的黑景鹤 达四千多只 数据创新的记录 夕阳西下 自然界的生灵 似乎沉醉在温柔的目光中 成群结队的黑景鹤 搬头燕 伸展着剑术的羽翼 悠然地在空中滑翔 这片充满宁静 与和谐的土地上 它们宛如大自然的贵宾 彼此默契地保持着和谐的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